本官今天来到府上 就是想跟汪总上 借一夜东风 这是阿克战下的最狠的一朝起 来到汪朝宗府上的阿克战 是客客气气 先给老汪明确了一下立场 皇上单单跟我提到你汪总上 说要是有事 不妨和你汪总上讨教讨教 这是讨教吗 这分明就是 皇上叫阿克战分化言商 寻找盟友的手段 老阿坐在椅子上 哎呀 自打我来了扬州城 你们就一直在说 思言泛滥 思言泛滥 看来 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不是得先灭了他思言呢 老汪也说了 马克思在91年后说过 如果有20%的利润 资本就会蠢蠢欲动 如果有50%的利润 资本就会冒险 如果有100%的利润 资本就敢于冒着死刑的危险 如果有300%的利润 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所以 大人只怕是把杨子江杀了一片血红 思言都进不干净 老阿笑呵呵的点了点头 先生 你老汪玩得很花啊 一个大盐贩子还给我讲起这个了 那你说说吧 思言的价格是官言的一半 思言贩子靠什么赚钱呢 到此 老阿表露了他和历任严正不一样的地方 他想要改制 师爷这时候就开始解释了 这严价高啊 都是因为赋税捐输都在里面 如果不加价 严商们根本赚不到钱 老阿笑呵呵的开口 作为天子顾骄 你是知道咱们乾隆爷的 他一贯的爱好是盖章作诗 和对民间可持续性的合则而鱼 你说这么多 没用 这事关系到西南战事 这意思就是你自己看着办 那老汪只能说 要不 大人咱还是说说剿匪的事吧 到此 老阿的三板斧 才使出了第一斧 请客他客客气气 他要的就是一托汪朝宗分化盐商 让两怀严正体系的铁桶内部分裂 扬州盐商们有多富 一场火灾下来 可把新任严正钦差阿克寨吓坏了 昨晚上罗响了一夜 听说是哪位老板家走了水 是 小的七姨太家 老阿好奇了 七姨太老小子身体不错呀 损失不小吧 四百两吧 一听这事 阿克战小了 扬州盐物 盘根错节 伟大不掉 盐官和盐商们 沆血一气 集体孤穷耍赖 你这一口一个四百两 七姨太 可真是雪中送炭 九汗甘霖呢 宋知福一年的俸禄 才区区八十两 您这个四百两损失 还真不多 宋知福 你说呢 齐老板家一把大火 只损失了四百两 这时候 一个泼辣的女人 蹭的就进来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太勇敢了 也太跋扈了 区区一个姨太太 就能闯公堂 足见她平时 嚣张的样子 这一出滑稽喜剧 却也把盐商们的老底 都交代了出来 盐瞅着夫人上头了 老阿慢调私理的问 那夫人说说 损失了多少钱呢 到这儿 齐世衡彻底绷不住了 等这场闹剧 落下帷幕 四大纵商 老老实实的站好 等着老阿出招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四个 各个都是人才 各顶各 都说盐不好卖 撕盐泛滥 结果呢 随便一位盐商的 随便一位姨太太 都有八千财长 老朱啊 听说你爱上羊马 可这扬州城里 没有草原 你是拆了多少民房 凭了多少粮田呢 随着老阿 一个个点名 小商们坐不住了 您不能这柿子 专肩软的捏吧 那确实 跟总商相比 你们有点一般 都太一般了 扬州四大总商 有多会玩 吃个东西 都能给你玩吃花的 抱盐抱总商 听说你就爱 钻研点新鲜吃食 你们家的鸡蛋 连下蛋的老母鸡 喂的都是 长白老人参的身末 一个鸡子 值一两银子 抱总商 邓时就不乐意了 你不能侮辱一个美食家啊 这是烟山的苍僧 到这儿 抱总商 还得给心上任的严正 解释一下 从西洋参 到高丽参 我都试过了 长白山老山参 他太普了 鸡吃了他掉毛 鸡吃了他整宿闹腾 第二天 一个蛋都不下 您猜怎么着 第二天 他打鸣了 香港的一个门 那个一个地道 阿克战冷着一张脸 秦孙 你哥这儿跟我讲相声呢 一时之间 这衙门里 不能说是鸦雀无声吧 也只能说 一只鸟都没叫吧 过了半晨 阿克战掉头就走了 留下剩下的商人 和官员们面面相去 到这儿 四大总商也知道 捐书是不交不行的 首先是汪朝宗 开始解释 所以阿们的意思就说 这次西南有事 阿们实在是凑不出这一百万两银子了 阿克战直接开始阴阳怪气起来了 大小金川打了多少年 你想一想 以后咱们皇上是要当实权老人的 现在 户部连军饷都拨不出来了 你们几位都说说 这事 该怎么办 对此 老汪表示 不到啊 而美食家豹总商 这是 酥油茶吧 这可是个嘻哈玩意儿啊 你没事吧 老汪 索性把话说开了 说阿们扬州言商 多多少少都借过皇上钱 有借有还 您说对不对 上次皇上拿去 结了五 三十万两头 我这每年得交十万两 利润给内部付 都交了捐书 皇上的超利贷 我咋还呢 你这是拿皇上在压我 汪朝松 哪还敢继续压 只能一个劲说 言商苦 言商累 要想拿钱 就得把盐卖出去 这哥几个 张嘴就说压货 掉下的萧老大爷 压了十万银 马总商 湖北压了七八万银 豹总商 江西压了十三万银 这么说起来 还是汪总商卖的好啊 我想你一定有办法 到这儿 老阿把其他的言商 和官吏们叫了进来 由汪朝宗 先筹措七十万 剩下三十万 两月再凑 为了分化言商 老阿再出狠招 此事若成 这江西建昌府的影案 就归你汪朝宗了 那么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关注 东乐影视 我们下期再见